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61天 困苦岂能掌权 乔治·马瑟森出生在格拉斯哥 是家中八个孩子中的长子 马瑟森在童年时失去了部分势力 二十岁几乎完全失明 当未婚妻得知他的眼疾无法治愈时 就表示自己无法与瞎子共度一生 未婚妻离开了 马瑟森一生未婚 幸运的是 乔治·马瑟森有一位非常忠心的妹妹 她一路陪伴哥哥 为了帮助哥哥完成神学院的课程 妹妹自学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 尽管双目失明 乔治·马瑟森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学院 格拉斯哥大学和苏格兰神学院 在学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 马瑟森四十岁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忧参半的事 妹妹要结婚了 这意味着她将失去一个亲密的伙伴和助手 马瑟森的内心被再次撕裂 在妹妹出嫁前夜 沉浸在复杂情感中的马瑟森写下了教会历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圣歌 你的爱永不离开 她仅在五分钟之内就完成了创作 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马瑟森说 神给我灵感就好像喷涌而下的瀑布 哦 喜乐借着痛苦抓住了我 我的心已无法向你关门 大雨滂沱 但彩虹必现 我知道你的承诺永恒不变 清晨醒来 你已为我擦干泪痕 困苦是生活的一部分 耶稣经历了困苦 使徒 大卫 神的子民 没有人能够幸免 但就像马瑟森在这首歌中所说的 困苦岂能掌权 十篇七十一篇 十九到二十四节 困苦过后 被神兼力 神并没有承诺给你一条轻松的道路 生活有时会变得分外艰难 诗人就曾看到过太多的重大疾难 这些困苦 压力和焦虑 并非偶然发生 或者无关痛痒 它们在数量和程度上 都令诗人难以招架 但诗人树立了榜样 让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困苦 第一 继续信靠 当一切顺利时 信靠神很容易 但你的挑战是 能否在患难中继续信靠神 不要停止依靠神的良善 神啊 你的公义甚高 行过大事的神啊 谁能像你 第二 继续盼望 困苦总会过去 患难中仍有盼望 你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求你使我越发昌大 又转来安慰我 神常利用患难 来成全他的美意 神要在患难中 磨练你的品格 最终让你得荣耀 神还会在患难中安慰你 好让你能够安慰他人 第三 继续敬拜 无论眼前的困苦有多大 你都要赞美神 我的神啊 我要骨色称赞你 称赞你的诚实 以色列的圣者啊 我要弹琴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 和你所属我的灵魂 都必欢呼 在敬拜歌声里 神临到会众当中 这对经历困苦的我们来说 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主啊 感谢你 虽然我经历苦难 变长苦涩 但你承诺 要再次坚立我 我为你的信实 而赞美你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 六章第一节 到七章十九节 神将救你脱离困苦 人们喜欢将初代教会理想化 认为它完美无缺 没有任何问题 在读使徒行传二章 所描述的美好画面时 我们不要忘了 六章所记录的种种困难 也不要忘记保罗在书信中 谈到的教会的各种问题 初代教会的困苦 绝不比今日教会少 第一 抱怨 好领袖会将力量 用在刀刃上 他们不会事事亲力亲为 却甘为所有事情负责 试图听到的抱怨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但试图更需要将精力 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即祈祷传道 解决之道 在于合理分派任务 试图的解决办法是 拣选一组人 专门负责管理饭食 他们定下了 甄选领袖的标准 即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执事团队的成立 使使徒将精力 专注在兴旺神的道上 福音得到传播 在耶路撒冷门徒树木 加增得甚多 好领袖 善于将任务 分派给合适的人 让大家都能充分发挥恩赐 第二 敌对势力 有一群反对者 耸动了百姓 长老并文士 并设下假见证 来陷害使徒 他们曲解斯提反的话 诬陷他 不住地践踏圣所和律法 第三 保守势力 很多反对声音 来自保守势力 他们不希望看到改变 他们说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人耶稣 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 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这群人禁不住定睛观看斯提反 见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斯提反义正言辞 为自己辩护 他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 特别提到 那些与自己处境相似的情节 他讲到约瑟 神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得恩典 有智慧 显然 是神把这样的智慧和口才 赐给了斯提反 神就把斯提反的时刻 就是他殉道之时 斯提反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 站在神的右边 斯提反最终 在永恒中 与主同在 主啊 请帮助我不要被困苦和反对的声音吓退 愿我像斯提反一样 满有信心和圣灵 愿我能够看到神的话广传 跟随你的人 一天比一天多 旧约圣经 撒末尔记下 十五章十三节 到十六章十四节 在困苦中得利 大卫的亲生儿子压沙龙背叛了他 有人报告大卫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压沙龙了 听到这消息 大卫心如刀割 大卫 以色列民的王 基督的御表 耶稣基督的先祖 他一生 饱经忧患 如果你也遇到相似的患难 不要惊讶 不要忧虑 不要认为这是命运的惩罚 有时 正因为你在做对的事 困苦才会临到 第一 眼泪 大卫极其哀伤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一面上 一面哭 跟随他的人 也都蒙头哭着上去 其实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 第二 失望 不但最疼爱的儿子 就连米非波社也背叛了自己 尽管大卫曾对他大大食人 米非波社留在耶路撒冷城中 因为他想 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赴的国归还我 不忠之忍真是让人失望 第三 批评 世美不断向大卫叫嚣 又朝他扔石头 大声咒骂 但大卫并没有发怒 也没有报复 而是将这事交在神手里 第四 疲惫 王和跟随他的众人 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 当我们看到大卫所经历的一切 毫无疑问 他真的快要累死了 信仰生活中充满了种种苦难 眼泪 失望和疲惫 但真正让属神之人与众不同的是 他们和神有亲密关系 面对一连串的打击 大卫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 耶和华 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 变为愚拙 大卫的祷告被应允了 但并非按照他的想法 亚西多福的计谋不错 可惜没有被压沙龙采纳 神以这个方式回应了大卫的祷告 大卫好不容易可以歇息歇息 重新得力 你需要休息 尤其在经历患难时 更当如此 要让自己在身体 情绪 灵命上得到缓冲 以便重新得力 阅读大卫所写的诗篇 我们便知 大卫总是在与神的亲密相交中 重新得力 大卫能够复原 也多亏有忠心的好朋友 不离不弃 撒都 护筛 喜巴 还有以太 以太对大卫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又敢在王面前启示 无论生死 王在哪里 仆人也必在哪里 主啊 感谢你 这世上没有任何困苦 是你的爱和恩典 不能改变的 最终 你会让我们在永恒中 得享你的同在 感谢你 在患难中 我可以向你祷告 并且因你的同在 而重新得力 佩博的补充 诗篇七十一篇二十四节 我的舌头逼终日讲论你的公义 大约五年前 我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去邮局的路上 我努力集中精力祷告 要为生命中种种奇妙祝福而感谢神 开始还不错 但一会儿我就走神了 终日 这个标准太高 我还得继续努力 今年 我的祷告还是差强人意 今日金句 你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诗篇七十一篇二十节